你永远无法想象 年轻母亲会将自己的亲生女儿 吊死在野外 事后更是若无其事地逛街购物 不禁让人好奇 到底是因为什么 让一位母亲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 又是什么 让法官对此案的审理都犯起了难 看普法视频 贫百味人生 2014年8月11日 下午16点43分 江苏省海门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 声称在自家鸡卷外发现一个被吊死的小孩 得此敬请 海门市公安局立即组织行侦技术人员赶往案发现场 随着勘察的深入 技术人员发现女孩的颈部缠绕着几圈麻省 同时技术人员还在现场发现大量血液 一个小女孩为何会被挂在这里 警方分析 这应该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刑事案件 没多久 法医的尸检结果出来了 女孩的具体死亡原因为机械性窒息而亡 而在她脖子上的麻绳上 法医不仅提取到女孩的DNA 还提取到另外一名女性的DNA 将这些数据输入数据库后 警方惊讶发现 出现在现场的另外一名女性具有吸毒前科 更为关键的是 这名女性正是死者的亲生母亲 难道一位母亲会向自己的亲生女儿痛下杀手 带着这些疑问 侦察员对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录像进行了调阅 结果发现 在案发时间段 死者母亲张娟曾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 而且行为十分异常 随即 警方在海门市一出租房内将张娟抓获 据了解 在2014年8月11日下午3点左右 张娟因一些琐事与母亲发生了争执 就在母亲离开后不久 张娟便带着三岁女儿来到海门市滨江街道大兴村地段 使用麻绳将女儿吊在一村民家的鸡棚外横梁上 导致女儿当场死亡 随后 张娟若无其事地骑着电动车逛街购物 对于警方出事的调查结果 张娟并不承认 更是矢口否认杀害了自己的女儿 表示这一切都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原来 早在2011年年初 张娟就染上了吸毒的恶习 至此之后 张娟总会出现幻觉 做出自己无法控制的行为 虽然张娟坚称自己不是故意杀害女儿 但面对警方出事的一份又一份的证据 张娟沉默了 此处无声胜有声 接下来对张娟行事责任的认定问题 就显得尤为重要 据张娟的丈夫和家人反映 在案发前的几年里 张娟的确多次出现严重的幻觉 甚至说自己的孩子是一个魔鬼 必须要将她消灭 难道张娟已经患有精神疾病 江苏省南通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 第一时间对张娟做了鉴定 发现她的确患有精神障碍 但这一状况都是因为她长期吸食毒品导致 2015年4月22日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最终判定张娟完全具有刑事责任 案发前后的精神也处于相对正常的情况 因此张娟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就在众人以为这起案件就要结束时 新问题再次出现 此时的张娟已经怀有身孕 我国法律规定 犯罪嫌疑人如果在审讯时怀有身孕 是可以从轻处罚的 甚至可以逃脱死刑的处罚 本以为张娟会因怀有身孕减轻处罚 万万没想到的是 张娟突然在狱中流产了 最终张娟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 有期徒刑15年 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到此案件真相大白 这起案件也再次告诫我们 一定要远离毒品 毒品乃万额之源 它可以毁灭你 祸及你的家庭 更会危害社会